我們這樣講 坦白說一句 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今天這個事情 跟這個韓國瑜沒有關係 韓國瑜如果出來在選舉的話 一定會去追 因為你那個偽健 那個我們說加蓋 農社加蓋的轉出去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被處理 盧秀燕你要選舉 這事情跟你有關 為什麼今天韓國瑜都不敢表 他選什麼事情 因為他也擔心有些事情 再繼續被抓出來 所以回來一件事情 你今天面對的問題 已經不是單獨你台中市的問題了 你面對的問題是全國關注問題 怎麼會有違法 違反你這個台中的法規的時候 你竟然只是說叫地主自行來處理 這事情說不過去 現在全國民眾恐怕都會眼睛 金金看 到底台中市府會怎麼處理呢 除了台中市政府的角色之外 國有財產署 哪時候要進去裡面去 這個去會刊呢 也要了解一下 到底水平保存要如何回復 這部分有辦法回復嗎 那如果沒有辦法回復的時候 到時又該怎麼處理呢 國有財產局很難把這個責任撇開 因為那你今天你必須要去了解說到底他的範圍水保還有保護區的範圍在哪裡 然後他有沒有違反規定使用 那如果你違反規定使用的話那不用講就是拆嘛 而且是要解除合約 也就是說對要解約 就是我們的租約是可以解掉的 所以你如果說在這樣的一層一層關係下去 我真的很難想像說怎麼可能有人敢去買這一間所謂的莊園 這個如果沒有說跟嚴家是有極好的關係極大的關係 你面臨說有可能這個國有財產局到時候給你解約掉 那你只買一個空殼紙 而且這個空殼紙是要被拆掉的 那莫名其妙 所以其實我們到時候被拆掉 顯然他的範圍會變得很小 很小 因為他那個要回復嘛 要還給國家 沒錯 對就剩下主建物大概旁邊一點工庇 只要解約之後 只要我解除了我們雙方的這個合約 就是你的租約 那你就會變很小 只有你自己本身 你存在就是沒有違規的部分 那該拆的如果違規違建部分 市政府拆 然後違反分區使用 違反使用的部分又拆 那只有剩那一小點 那一小點 你說半價 半價也太貴了吧 對 對不對 半價也太貴了吧 當地那邊這樣值4500萬嗎 對啊 所以你說我半價賣給 好像現在說我 我這個 這個初清 好像他損失很多 低價初清 可是問題是如果真的這些都把它撇開掉了 只剩一點點 那就太貴了啊 而且你還要承擔 後續的這些麻煩啊 我要看現在就不是嚴家 嚴家這個 一甩250說 不關我家的事我已經賣掉了 全部是要找這一家室內設計公司 然後室內設計公司 我就通知你我要去拆 我要去看 那你就有誰會那麼笨啊 中間你會覺得現在有誰明明知道說 這家莊園現在問題滿堆 然後呢我去買了這一間 然後4500萬 不是4500塊 到場裡這種房子沒有人敢買 當然啊 而且是未定案 就是說你這個違規的狀況到什麼程度 現在還不知道 然後現在很清楚都發局是要包庇嗎 他說結案了 拆了大門 那就可以結案了 拆了這一個通道就可以結案了 有這麼簡單嗎 所以顯然台中市府急著想結案嗎 當然 可是不要忘了 我還是要提醒盧秀燕 817招待所你當時候怎麼處理 在選舉的時候 你不自可否 對不自可否 反而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對 然後呢 事後你還是要處理啊 要不然火就燒到你身上啊 那現在這個莊園也是一樣啊 如果你沒有處理的話 你只有說拆了大門就算了 多發局就說要結案了 你想所有的議員 還有民眾可以接受這樣的說法嗎 然後你就說這已經不屬於我的產權了 我已經賣掉了 這樣就可以了嗎 所以我覺得他們異想天開 他忘記了輿論 輿論不可能因為你一句話說 我賣掉了 就不繼續追了 對盧市府是打這個如意算盤嗎 沒錯 他想說這樣子就可以對外界交代了 所以中江有這麼巧嗎 賣了之後 然後盧市府就說 我結案了 大門拆了 警衛是拆了 我結案了 有這麼巧嗎 會不會他們是已經講好了 當然啊 這個有一半以上 可以這樣合理的 有合理的懷疑 可以這樣合理的懷疑 否則時間沒有這麼巧 那國有財產局 我覺得 國有財產局 你應該要在最快的速度 因為 在選前那時候你也去看了嘛 然後不得其門而入 你去看的時候 然後大門深鎖 現在 都已經門都拆了 大門都拆了 你可以進去看了吧 你可以去進去看 到底違規的狀況 然後違反你們的使用 你的保護區 保護區該怎麼用 其實那個明文規定 然後呢 你的水保 水土保持有沒有做好 然後水土保持是不是 又做了這個硬體建設 這些都可以看了 以前大門深鎖 現在大門拆了 叫牌給主力輪搞 我就江你君 你看你要怎麼玩 對不對 因為你朱立倫你要擔任你委員會的召集人 你要不要來跟我談 你主委又不給我 什麼都不給我 然後全部都給我拉下來 那個本來我還是黨的副秘書長 也現在都沒了 主委也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